现在给大家介绍澳门小吃 凤凰卷的制作方法 首先介绍原材料 鸡蛋两个 面粉50克 糖粉50克 奶油适量 香草粉少许 我们取一个盆 把鸡蛋搭在盆里 下边把糖粉放在鸡蛋里 好了 我取一个手动的打蛋器 把我们这个蛋液打起来 我们把蛋液打成奶黄色 好了 我们现在的凤凰蛋卷的蛋液 就打起来了 下边呢我们放面粉 我们把面粉 放在我们的这个 打好的蛋液上边 还有香草粉 一定要记住 它是去蛋腥味的 我们也把它放在里边 下边我们就不用这个蛋器了 我们就用一个这样的尺子 我们就把这面给它拌到我们这个蛋液里边 我们就把这面给它拌到我们这个蛋液里边 我们就把这面给它拌到我们这个蛋液里面糊就做好了 我们准备一个烤盘 上面铺油纸 好了油纸上边一定要刷油 下一步 我们已经刷油的烤盘 再把这面糊呢倒在烤盘上 我们准备一个这样的刮板 把我们这个面糊刮平 注意我们这个面糊呢 一定要刮的薄一些 一会我们还要卷成卷 说不要太厚 好了 现在我们的蛋糊呢已经刮平了 现在呢 我们给它放在烤箱里边 200度的温度烤10分钟 好了 我们的蛋卷呢 就烤好了 现在我们把烤箱关上 把我们的蛋卷取出来 好了 把这纸呢 从我们的烤盘里取出来 好了 现在下一步 我们用刀把我们烤边上烤糊子这些 都要切掉 好了 把我们的蛋卷反过来 扣在案板上 把这纸揭掉 下边 再把我们做的这个卷 再放在我们这个烤盘纸上 以后我们要卷 下一步 我们把奶油抹在上面 好了 好了 我们准备这样一个擀面棍 好了 现在呢 垫在油纸上 从这边反面 开始卷 好了 我们的卷呢 现在卷好了 把这纸撤掉 我们准备一把刀 要把我们的蛋卷呢 改刀 切成块 我们先把两边去掉 把我们做好的凤凰卷 码在盘子中 好了 我们这道呢 凤凰卷就做好了 它的特点呢 暖弱香甜 暖弱香甜 暖弱香甜